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最近呢很多人想要让我聊一聊 关于发生在普吉岛上的大事件 就是从今年的7月1日开始 外籍旅客凡是接种过新冠肺炎的疫苗 且持有新冠肺炎检测阴性的证明 即可搭飞机来到普吉岛 并且不用接受隔离 这个政策呢也称作杀核计划 那么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也吸引了非常多人的目光 也包括我 那么其实我也在心里犯嘀咕说 普吉岛这次是不是要来真的 之所以泰国政府要这么着急 开放普吉岛的原因呢 我相信大家心里大概也清楚 就是普吉岛的经济是一个 以依赖旅游业为主的地区 到现在为止 泰国封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目前普吉岛的经济已经 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不允许游客进入 普吉岛的经济 可能就支撑不下去了 目前普吉岛上报的失业人口呢 达到是六万四千多人 那其中大概有一万四千多的失业人口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 那么岛上有一些数据调查说 如果再不加以改善 到七月份以后 很多普通居民的平均收入就将下降到 一千九百泰铢 一千九百泰铢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四百元 我不知道这个调查数据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略有点夸张的 毕竟呢 普吉岛是全泰国来说 除了曼谷之外 最富裕的一个地区 那其他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普吉岛它是一个独立的岛 它可以在地理上很容易的与其他的府隔离开来 而且呢普吉岛够大 不论是岛上的机场 医院 度假区 还是大海沙滩 都是非常给力的 普吉岛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游客 而且呢普吉岛名气够大 有足够的吸引力 所以综上所述 普吉岛的确当之无愧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泰国旅游开放的试验区 那如果这个沙河计划在普吉岛推行 是非常顺利 非常好的话 泰国政府也会把普吉岛的经验和方式 引进到泰国的其他地方 实现全泰国的陆续开放 虽然说普吉岛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但是普吉岛想要成为全泰国第一个开放的府 它也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的 那这里呢 我列举了六个方面的挑战 那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众所周知 新冠病毒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 即使接种了疫苗 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抵抗病毒 也仍然有携带病毒 以及感染病毒的这种风险和可能性 那么如果普吉岛开放给所有的国家 特别是有一些病毒防控不是很好的国家 是否会给普吉岛带来一些外在的风险 就打个比方说 如果是有一个外国的游客 进入了普吉岛 他自己携带病毒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而且假设这个病毒检测也没有把它检测出来 那么如果他进入普吉岛之后 他有可能会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当地的某一个泰国人 那么泰国人是可以自由进出普吉去泰国的其他府的 如果这个泰国人在普吉岛感染了病毒 那他又去了人口非常密集 而且没有大面积接种疫苗的城市 比如说是像曼谷这样的城市的话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那么另外呢 泰国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没有病毒了 在曼谷地区也还时不时的会传出一些确诊的病例 那么泰国以及普吉岛能不能够在7月1号之前平稳过渡 能不能够确保不再发生一个集体感染的事件 都是需要打上问号的 那么第二呢 现在普吉岛也还是有一些泰国人 包括曼谷或者是泰国北部的一些游客过来玩 那么一旦这个沙河计划开始 我相信泰国的本地游客会大幅度的减少 国际游客到底能够有多少的人来 到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对于有一些在普吉当地 他们依赖的是泰国本地游客的商家 以及一些不需要依赖旅游业的泰国普通居民来说 开放都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挑战呢 普吉岛它登记在侧的普吉岛人口是41万人 另外还有10万左右的非普吉岛人士的泰国人居住在普吉岛 在岛上还有5万多的常住的外国人 所以整个普吉岛目前现在的总人口大概是57万人 那么根据泰国政府说的达到群体免疫的标准就是要达到70%的疫苗接种 也就是说这个疫苗接种要至少覆盖到40多万人 那么普吉岛如果确定要在7月1号之前开放的话 那么至少要提前两个星期就是说要在6月15号之前完成这个40多万人疫苗的接种 按照普吉政府现在的规划就是在全岛设立9个疫苗接种点 从4月15号开始接种 从4月15号到6月15号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要完成40多万人的疫苗的接种 那么按照普吉岛现有的医疗规模以及泰国人的办事效率来说 我感觉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那另外第四个挑战呢也是这个疫苗接种问题 是不是能够有40多万人去信任这个疫苗 自愿自发的去接种疫苗 也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 泰国目前还没有这么密集的在一个地区大批量接种疫苗的这个经验 在国际上也经常看到一些 因为接种疫苗而产生了严重并发症的后果的这样子新闻案例 如果普吉岛在疫苗接种期间发生了这样子严重的案例 一定会打击到民众接种疫苗的信心和积极性 能不能顺利的完成这40多万人疫苗的接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在普吉岛上的一些旅游人士认为 首先开放普吉岛进来的一定会是以团队游客为主 因为团队游才好包机也更利于疫情风险的管控 那么如果普吉岛进来的大多是团队游的话 那么受益的一定都是一些大型的旅游公司以及一些大型的酒店 对于普吉岛整体经济的提升 以及普吉岛上普通民众经济的改善都起不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么第六个挑战呢就是即使普吉岛开放后 能够吸引来很多自由行的客人 但是现在也不能确定具体的数量能够有多少 2019年普吉岛的游客人数达到千万 那么现在今年普吉岛开放 无论如何它也是回不到2019年时候的光景的 所以呢我觉得岛上的大量的企业也未必敢开门 因为很多的酒店景点的员工都是已经离职回乡了 现在如果要重新开业的话 必然要重新的去招工 也要对景点酒店的设施进行一系列的修缮 还要达到简易的一些标准 所以一个企业一个景点是需要投入一大笔的资金 才能够重新启动的 至于能不能在重新开业之后能够得到盈利 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觉得至少是在7月一整个月的期间 大部分的酒店还有景点都还是一个观望的状态 那么这六个普吉岛的挑战说完了 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常住在泰国的华人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泰国的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 泰国要开放的这个消息呢 是从去年7月就开始说了 后来一直断断续续的有很多的新政策出来 然后也很多次不了了之了 现在这个最新的普吉岛沙河计划 虽然说已经得到了泰国政府的批准 但是现在距离7月1号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中间再发生什么样的变动 我们谁也说不准 我看到泰国媒体的新闻上说 一旦普吉从今年的7月份重新开放 预计将吸引多达200万人次的游客 以及将带来840亿泰铢的收入 并且官方预测 来到普吉岛大多数的游客将以中国人和欧洲人为主 那么我觉得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能够落地执行的话 还是真的能够吸引来一些欧美的游客的 因为这些欧洲的游客一般他们都有比较长的假期 有些国家回去还不用隔离 而且呢很多欧美人胆子都比较大 并不把这个病毒的事情放在心上 那么对于官方预测的中国游客来说 我的总体的态度我是比较悲观的 那我为什么悲观的原因呢 我也列举了五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现在在中国疫苗接种还没有普吉 目前国内的疫苗接种率还不到10% 那么对于普吉岛开放是只针对于已经接种过疫苗的游客来说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泰国政府这边也是预测说 中国过来的游客大部分应该是包机 那么如果是包机的话 这个航班数量就肯定会比较少 所以来到普吉岛游客的总数也会少 游客少的话机票价格肯定也会上涨 像以前来到普吉岛大概往返3000元能够搞定的话 可能现在要5000左右才能够搞定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是 泰国政府虽然免了进入普吉岛入境的隔离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对于疫情的防控一向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即使你接种了疫苗 只要你出一趟国 你再回国还是要接受一个14加7的一个隔离 而且呢大部分的中国人假期都比较短 我们就打比方说在普吉岛游玩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回国你还要接受一个14加721天的这个隔离 那么一来一回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而且这个回国的隔离呢是要自费的 你整体来说呢在现阶段如果出国玩一趟 不仅时间成本很高而且金钱的成本也很高 那么第四个原因这两年国内的整体的经济形势都不好 很多人在这两年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相对于国内出行的话出国一趟旅游的费用 机票的费用隔离的费用 一家三口算下来大概也要花个几万块钱 那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 还是会要慎重的考虑一下的 那么第五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国人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 不是那么很有信心的 那么如果这个期间你们家人就是父母带一个小孩出国玩了一趟 那么虽然你自己是玩嗨了 但是如果你回国的话 可能你在单位里面或者小区里面或者是在学校里面 还是会受到一部分人有一段时间的防备心理的 我觉得这方面也可能是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中国人基础大 也不差大把有钱有闲的人 十四加七的隔离不算什么 多花点钱也不算什么 在国内憋了一年实在是憋坏了 而且这个三亚什么的也实在是玩腻了 现在有到泰国潇洒一回的机会 一定是不能放过的 而且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中国商人 会想要在这个泰国经济低谷的时期 来到泰国进行一些抄底的 另外也会有一些想要到泰国常驻的 或者是到泰国留学的 也会趁这个时期出来 所以我相信如果普吉岛一旦开放 一定是少不了我们中国同胞的身影的 那么至于数量能够有多少 能不能够达到泰国政府预测的 200万人次的这个预期 或者说普吉岛这个沙盒计划 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地实现呢 我也会持续的关注 然后为大家带来一些后续的报道 好了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